主料,黄油200克,糖粉120克,迪金面粉360克,鸡蛋两个,辅量,色素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材料,将200克黄油室温软化后切小块,加入120克糖粉,用手抽搅拌一下,用打蛋器大至羽毛状,分三次加入两个全蛋液, 分别和黄油混合均匀,搅入360克地粉,用刮刀混合均匀,包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,取出后,擀成厚薄均匀的面片,用饼干磨验出各种圣诞图形,截住刮板,移到烤盘中,烤箱预热,中层热封190度10分钟,取出晾凉,开始准备糖霜, 20克蛋白分次加入200克糖粉,搅拌均匀,调节稠度,底色比勾线略洗,勾线以低落时秒花纹不消失为好,加入色素调制成各色蛋白霜备用,先将饼干轮廓勾出来,然后晾干,晾干后开始填底色,在晾干后可以在底色上绘图案,按个人喜好绘制, 把大小五角形拼成圣诞树形状,圣诞主题饼干就完成了,快来许愿吧,烹饪技巧,五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